只要一点水,一块纱布,适量的种子,芽菜就在这里长成了。 首先将营养液与水进行配比后,倒入箱内,放入生长板,将浸泡好的种子放进装有海绵的种植栏里,剩下的交给时间。 而我们呢,除了静静观察种子是如何长成菜菜,还可以记录它每天的成长变化和种植体验,在玩乐中学习,在学习中成长。 下雨阴天还在担心菜菜的变化。